阿嬌中恩彤早前被爆 五月会在洛杉矶举行婚礼 但阿嬌之后就否认全民 只是计划今年内注册 而姐妹团就会由容祖宜 蔡卓妍和郑希宜担任 阿嬌对婚事这么厚密 就会令大家更加好奇 不知道祖宜可不可以透露一点点呢 在我的身份我就会说 只要她需要我的时候 我就会随时在她面前出现 在她眼前 跟她分享一个代价的时光 或者是她需要我跟她一起去准备 我都会在这儿 我希望她会觉得 有我在这儿的时候 她的感觉会圆满 今天Yunmiko也说 会飞去很远的地方 飞去很远的地方 是的 资料已经非常充足了 是否守着很多秘密 阿嬌 是的 因为作为这个这么亲密的朋友 你说多又害怕 说少又怕 还有烧鸡仪又出来 是 还有不知为何我们这些很难做的 所以总之那天她开心就可以了 刘浩龙的演唱会在活动翌日就举行了 之前师兄一被问到Joey会不会撑场 就立刻大耍太极 这天见到Joey本人 就当然要问一下她 我想支持一定会的 因为每一个人做show来说 都是一个人生的大事 尤其是她花了很多时间去准备 所以必须要的 必须的 但是你不出席 那怎么支持到她呢 其实出不出席呢 不关支持字的 你又搞乱了我 你又教我 怎样可以不出席 但是支持到她 支持有很多种的 但是 我是没有说不出席的 OK 真的会出席的 还有我觉得出不出席 都不是一个焦点 焦点应该是放在她身上 大家都需要 记住 明天她才是这个show的主角 她私底下去contact她 那当然会啦 我们一定会啦 goodshow啊 all the best啊 一定会说的 阿娇中心童早前被爆 五月会在洛杉矶举情婚礼 而阿娇之后就否认传闻 只说计划今年内注册 虽然对结婚的事情很保密 不过阿娇早前就有透露 五月份会举行告别单身派对 不知道好姐妹荣祖儿 会怎么跟这位准新娘庆祝呢 现在呢 还没有空间让我去细心的想 但是我找几个 就是前几个礼拜 我就买了一份礼物给她 祝福她 然后希望就是到那天的时候 我在飞机上能够想到一些开心的点子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快要结婚的人 无论做什么都是开心的 连喝一口水都开心的 所以我觉得不用做什么太特别的东西 刘浩龙的演唱会在活动 第二天就会举行 之前师兄被问到 周一会不会去支持 她就大耍太极 这天见到周一本人 当然要问她一下了 那我觉得其实出戏与否呢 不是最重要的 也不是焦点 我希望大家的焦点 能够就是回到她的 付出了这么多时间的努力上面 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期待 好像说这一次的演唱会没有嘉宾 大家都好好的欣赏她 把所有的时间 演唱会大概两个小时吧 那就把那整整的两个小时送给她 让她成为那天明天的主角 就好了